玩具TV第30季第四集 賣齋便介紹SHF直接挑機Figma的2B 如果大家有追尋這套Nectus 都知道這套自動畫已經動畫化 我認為本身的作畫非常吸引 故事是否你那杯茶我不敢說 但仁設2B真的無法抵擋 亦真的無論是NX Square或雕像 更有甚者我沒有記錯 好像早前也有說過 那間專出雕像的 每次都在嘴唇上 出的雕像是非常漂亮的 當然玩得2B賣相一定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除了眼罩 另一個是露了它的白底底 當然這次它沒有全部出給你 無論如何都好 是一件我覺得不錯的產品 如何有不錯呢?即開了 如果大家有玩Figma的話 本身的尺寸來說 SHF就小了一部分 我或許直接給大家看看 2B的造型吧 不要擺放在桌面 你會見到其實本身的裙子 軟膠的 變成它一些打鬥的動作 都不用擔心 另外面相 這次SHF做女模式 雖然2B的面相不複雜 但我是收貨的 但它的裙叉 是否應該拉低一點 因為我見到它走光了 對 走光了 它本身大腿的關節 拉出色 變得有點老鑑 拉到盡 先看看 底褲位置是否用了白色去表達 很高差 對 絕對不需要問 OK 這是否叫哥德式的服裝 對 應該 完美無瑕地表達出來 始終本身就著尺寸 你會見到2B也不是大隻 而且你真的跟SHF整個系列比 還要是小顆了 所以整件事都很小巧 好 看看面相或頭髮 你問我其實頭髮的處理是一般的 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法文處理這路路 因為 其實我沒有印象 之前我有沒有在這個玩具TV介紹過 NX Square那隻2B 忘記了 那隻真的出得非常高質 不過那些破綻位相對比較多 但你見到這隻SHF 我想 真的除了那個 不要浸信 我剛才想說什麼呢 本身整個外觀 沒有特別說很大的破綻 除了本身是一些 很明顯的關節位 其實整件事看上去 都順眼的 玩一玩回本身2B的可動性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浸 不算很高的 向上 和向下 反而好一點 左右沒有問題 因為你本身看到 它的頸部的造型 都相對比較幼 靠這個 頸部和胸部的關節做主軸 左右就不用擔心了 本身波頭也是在頭部和頸部多一個波軸 好了 首關節你會見到 在上胸 和肩位那裏再做了 一個可動關節 前面就加一個波頭 令到它在活動方面 亦有不錯的 可動性 至於這個上臂 它不是橫軸那麼簡單 它亦是一個波頭插在肩膊上 令到它這裏也有向前動的可動性 竟然這樣做 當然 這只是輔助 前臂移動 前臂移動 同樣要靠 手肘的關節 手腕正常 但想提一提 它換手的話 你會見到 關節族 幼於香雞 我不知道能否焦點 看到 大家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腰 胸口和腰、腰、腰和腰 一個很大路的 可動關節 兩個波頭合起來 令到它的腰的可動性是非常不錯的 向後咬 向前咬 一般的打鬥動作 要做也不難 好 裙也剛才說了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很漂亮的腰位 當然 在踢腳來說 我剛才說了 本身正常站姿 你真的要把 寬關節 貼上去 這樣站起來才好看 另外也不差 再揭一次給大家看 本身腰的曲線和造型 亦是水準以上 打側便會見到曲線 好了 踢腳 個人來說 不建議低炒 因為它始終 可動性和美觀 是很難並存的 你會見到一些多大的 去位 但你這樣看就不太覺得 所以變成一條群 可以幫到 我可以叫遮醜 踢腳沒有問題 但 你會見到它 我不知道是蜜也好 或是蜜也好 上面是蜊子 用了一種啡色表達 不敢說很仔細 但我想說 關節順便在蜜位 做了一個橫軸 令它可以 看起來自然 有很多 當然 一貫屈塞是沒有問題的 曲線亦漂亮 但只能達到這90度 有點可惜 做不到那些 Sexy 跪低的動作 是 一會兒可以試試 但這很難量 全其微 因為在大腿後面 死偷懶偷 但會破壞了 大腿 線條 Anyway 高跟鞋 可動就高了 始終它在 Cut的位置 花了一些心思 變了鞋 和 我叫小腿 或者上吹下吹 這類的位 遇到一定的空間 令它可以做到 比較大的動作 可動大致上就是這樣 工具 其實本身你會看到 有專用的機械幫手 可動的地方有 前臂 是會飛的 協助 改造人的任何 即是救生 控制 等等 只是在前後 手腕 全部這些 都是不能動的 不是這個可以動的 沒錯 Sorry 兩折 大家可以看看本色的上色 是很精細的 挺可愛的 這個很可愛 小小 還有造工也非常好 很細緻 它的行李箱 像這些紋 做得很俗 不知道拍不拍到 我給大家再多看一遍 其實它旁邊是有一個 好像 是有紋的 沒錯 當然也看一看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其實 它每一個位置 都會跟回 有少許牙煙 嘗試低炒之聲 它也有本身的專用材料 哦 你在遊戲裏面 對 其實這套動畫的作畫質素是很高的 事實 我真的要撈底 我不敢撈 我裝太幼了 亦都有 其他的 太普通了 我不多介紹了 太普通了 好 貼到整個手 或者麻煩水爺拍攝一些工具 我們先看看 一個受歡迎的女模型 其實最重要是甚麼呢 就是多養幻 那 嘔嘴 這個像Mary 我也是貪她 嘔吵臉 先換了這個表情 嘔吵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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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臉今次為君開 好 然後看看另外四個不同的造型 你問我 很坦白說 我不是說 他張開眼睛 面相差 但是很明顯 蒙著眼睛 只能看到嘴 和那顆麥 感覺就好 不如我這樣說 因為他只是現了一隻眼 是 所以 都OK 是我咬的 我不敢裝這隻手 明白的 我也咬的 這個 塗裝就一般 嘴有點歪 不好意思 撈來撈去 撈來撈去 真是頑皮 這個有這些歪罪 加上那顆八婆麥 又歪罪 咦 還有一隻手 這個位置 是八婆 眼尾叫美人智 嘴角叫八婆麥 這也是八婆麥 我都有八婆麥 你有八婆麥 是八公 不是這些 是八公 這個位置 是八公 可能是位置 好 少許時間 赤嘴 是八婆麥 本身 始終是造型問題 原則上是應該要跟台座玩的 我們這些比較懶 純粹想介紹給大家 絕對沒有這樣的打算 但真的很吸引 可以拜到這樣的姿勢 雖然我完全不知道這個人物是 熟就熟的 但他沒有動畫 就是Nephthys 就是Nephthys Figma的一半價錢 現在Figma是六至幾跳 其實換樣換顏都簡單的 其實換樣換顏都簡單的 沒有表情 沒有表情 但沒有表情也不是很漂亮 我本身 有眼罩是好一點的 好 做一些柔軟一點的 姿勢的收檔 Bandai肯出會便宜一點 因為Bandai SHF那些通常都便宜一點 心理關口沒有那麼大 三百多心理關口 是呀 三百以下 通常可以下調 因為Figma現在 太貴了 對於我們這些 什麼都玩一下的人來說 很難投資Figma身上 最慘的是 我們從第一隻開始玩Figma 當時是二百多 誰不知現在超越了 可以 如果技術上 那麼多年都是那個技術 但價錢就升了三倍 所以 除非那個作品 自己真的很喜歡 我想我最後一隻Figma 就是哥布拉 然後應該 就是哥布拉系列 三個角色 應該沒有再買過Figma 但我明白 對於一些 喜歡動畫 他是喜歡這套動畫的 但他不是說 好像我們什麼都玩 有超合金 有車 有什麼 他偶爾購買一隻Figma 是非常好的選擇 我們不是他主要的受眾 我要這樣就回來了 抱歉 我自己本身也沒有什麼特別評論 看看兩位 剛才 或者Walker也想過了 有什麼特別事想跟觀眾說 我主要是手腕的裝 有點危機 應該沒事的 其他那些 我沒有碰過Figma 所以在鬆緊 我不知道 對不對 OK 但是以Bandai的價錢 Bandai開始肯出這些 不是說大的 是因為他以前只是出一些 Bandai X HF 以前只是出一些大陸東西 Sailor Moon Lider 或者那些 比較 少年向 就是大市場的東西 新的海賊王 新的那套海賊王 就算了 其實他可能 他真是夠屁 但如果他拿到美國去賣 其實他有市場 美國買的就OK 所以他那邊如果他批判 其實他是OK的 他一萬多千隻 其實他是輕鬆的 因為那套真人劇 那套真人劇在外國是很受歡迎的 是 是啊 我們不會欣賞 你那些大製作 你問我套戲他沒有玩亂海賊王 是啊 而且他男主角是出得漂亮的 但是 算了 大家下一句都才想說什麼 我知道 搞不定 但是那奈美本身就是搞不定 最可憐的 女演員本身不是這樣 本身不是那麼差 他不扮娜美就漂亮了 對 本身女兒不扮就漂亮了 其實因為他應該是 接了一套劇之後 他可能會粗 然後一粗就大隻了 一大隻了 鮮條就沒有了 他連臉都收窄了 頸粗了 整個少女味都沒有了 所以就比較 其實我們特意把話題拉長了 就讓Walker拍攝這套劇 拍久一點點 是的 少女的祈禱 2B的 其實我覺得這套劇 真的不差 你說是否很精美呢 絕對不是 但是 這樣的價錢 我覺得他對得住 因為我覺得這些套裝 你玩的時候 很容易刮 刮花 因為這套劇本身是 我反而是想說 本身有很多細節位 因為始終我個人都挺喜歡 可以2B這個character 變成 譬如說法文 本身他這一件 就是歌德式的服裝 一些應該用蕾絲表達 他又表達不了 就用了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 夢魂過關 這幾件事就 差了一點 還有我想說 因為剛才你們都留意到 我們今晚的電話 就有些爆 其實他的頭髮的陰影 是做得很足的 在鏡頭上就可能不太清楚 但實物的頭髮的陰影 是很足的 有些線條都出來了 因為我們這個光圈太大 所以就比較看不到 今晚我們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因為都 十二點了 救命 趁這段時間 反正我們都收拾東西 都不用關機 放在這裏 吹吹水 Shark Vietnam 談這個 勇者 不是你想說甚麼 今天上的高達是叫做 Seed Freedom Seed Freedom 劇透吧 盡情在這裏劇透吧 你們就說這裏劇透吧 我沒有太多留意 坦白說 Seed的東西 他才重新出過一個新版本 是密劇透明的 他是Destiny兩年後 為甚麼會說魔蟹出來 因為 靜了 你為甚麼會說我劇透呢 為甚麼會說我劇透呢 12點 我害怕 因為劇透 因為我劇透 劇透就被人罵 是不是 如果你只是說機械 我覺得可以 不說劇情 自由和正義爆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不算劇透 你要出玩具 你要有新的 市場 要出新機 其實本身 今天 也有很多人 將長刊 裡面的機體 都公佈了 還有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 Brandale 他都會 就這堆東西 露出 這個模型 所以 我又覺得 不需要特別 在這方面 有甚麼避忌 所以 真是說機體 大家可以繼續 在這裏 唱談 劇情那些 盡量被 沒有特地出譜 對 沒錯 我再重複多次 高達同好聚的 解禁時間 關於劇情的 去到2月2日 我生日 所以 如果大家想集中說一些劇情 就去到我們的置頂貼 絕對歡迎大家在那裏 唱談 就住這個 Seed Freedom的劇情 就是這樣 我反而想要劇場版 用票尾買的那隻模型 因為是彩頭 本身不用擔心 他會放在P-Mandale 未知 會 香港不敢說 不過我想香港九成 日本已經說了會放 所以不用擔心 對 喜歡 限定模型的 這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大家都除了買 彩頭之外 也是買封面的 看到這個封面 都OK 大家平時見開的一些 海報就是 Rising Freedom 和 不撓正義 當然 下一隻 他出不撓正義的時候 用什麼做封面 我都 適無二代 還有 他有很多海報的 變成他到時選擇 是否選擇 基拉 和 其他主角 我覺得都不出奇 我們看到Gindan Base Bandai出鐵甲萬能合大膠 對 佛克大膠 好像一千多元 我不是太記得那個價格 他直接伏克好像以前那隻 是的 還找了 糟了 現在的老人痴呆 作者叫什麼名字 我知道你想說我經常心想太大 不不不不 因為我們怎樣記他的名字 他的姓氏和某個AV女優的姓氏 我們反過來記 我也記不住 繼續 天甲萬能合作者叫什麼名字 永井豪 剛才被人燒了 那檔耳 今集有沒有看到那些很感人的照片 鐵甲萬能合和巨靈神都完好無缺 在店內沒事 而且好像說他有些手稿沒事 我看到文字就說 他捐出的手稿是沒事的 太好了 可能他本人也說過 因為他可能展出的櫃 本身就是防火的 所以他捐出來的東西 永井老師也說得很清楚 我一天健在 我還可以再畫過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所以這個我都非常 因為我沒有去過永井豪 那邊生家欄沒有東西看 我好像經過過 但和我婆婆一起畫過 希望重見 將文井老師的作品做一次和大家見面 我又有機會去擺放 石心張太良的博物館就很漂亮 好 真是撇了 好 到終了 再見 再見 再見